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范例3 这个范例3也一样会用到我们前面提过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从直星看出去的位移 从直星看两者的位移 会是跟质量层反比 这也是请各位可以去回顾一下那一则影片 前几则的影片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学物理的话常常是要去想它的来由 而不是背起来就好了 如果来由了解的话 那题目怎么变也就不太怕 所以写成式子的话是这样子 Δx1c就会跟比上Δx2c 就会等于M2比M1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题吧 第一个 这是一个质量大M的平板车 那静止于光滑水平面上 车子的长度是L 那人的质量是小M 那以人家车为一个系统 另向右为正 人从最右边走到最左边 哪些叙述正确 第一个A选项呢 系统的直星会不会向左动 基本上呢 系统的直星要动的话 必须要合力不为0 系统合力不为0 直星才会动 直星才会 其实应该说今天系统合力为0 今天系统合力为0 所以直星是进行一个等数运动的 那结果他一开始就不动 所以后来也不动 直星一开始是禁止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禁止 人和车一开始都是禁止 所以一开始禁止 后来当然也就禁止 因为他叫等速度 所以直星是不会动的 那可是关键可能同学会有疑问的是 你怎么知道系统的合力是0 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 那就要去分析 分析这张图 事实上他有受力 比如说人有受到重力 人有受到重力 NG 可是这个力会被向上的一个正向力抵消 向上的力抵消 然后车子本身也是有受到重力 可是也会被地板的支撑力抵消 那在左右方向呢 左右方向其实完全是没有受力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不管你看牵直向 还是水平向 还是水平向 合力都是0 对不对 所以他的确是合力为0 所以直星是做等速度运动 一开始出状态为禁止 那他的末状态也要是禁止 才会是等速度 禁止也是属于一种等速度啊 就是速度为0 速度为0 所以A选项就是错的 但是B是对的 那C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到上面的这个概念了 从直星看两物之位移 看两物之样成反比 那我们假设 假设直星呢 像 假设这个 人呢 向右 向左动 那这个车子向右嘛 车子向右 那向右的X 那人呢 是从 他是走这一段 其实这一段 其实就可以拿出我们刚刚的 X1C X2C的 我们把人叫做1好了 车子叫做2 那这一段车子走的路就叫 Delta X2C 那人所走的这一段呢 他的大小呢 就是Delta X1C 那这两个比 这两个相比 就会是跟直样成反比 那他的由来呢 就请回到前几则影片去看 所以C选项呢 Delta X1C 去比上Delta X2C 就会跟直样成反比 就会是N2比N1 那今天N2就是车子 N1就是人 所以变这样子 那我们从这张图中 还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 整段叫L 那刚好就是 Delta X1C 去加上Delta X2C 就会等于L 对不对 Delta X1C加X2C 就会等于L 要从这张图去看出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事实上 Delta X1C 它占了 它的这两个比例是N2比N1 那Delta X1C 所占的比例 就会是L 去乘上 N加N 分之大N 那Delta X2C 所占的比例 就会是L乘上N加N 分之小N 怎么会这样呢 带一些数字 就会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 随便 比如说 4比1好了 4比1 那总共就会是5 4比1 那假如说全部是L 那这边就会是在L乘上 5分之4 那这边就是L乘上5分之1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只是把它变成代号而已 所以这样子 你就可以得到结论了 Delta X1C 其实就是 大N除以大N加小N 乘上L 这就是人的位移 那车子的位移呢 车子是2号 所以是Delta X2C 它会是小N加大N 分之小NL 那这个是向右 那上面这个是向左 所以事实上呢 向右这个是正的 而向左这个是负的 因为题目有告诉我们 它以向右为正 所以答案就是C是对的 那租呢 应该要是负 租只要加了一个负 就会是对的 所以租是错的 那E选项呢 如果人突然停止不动的话 由于动量守恒 车子就会继续动 这是不对的 因为直星 它的直星位置不动嘛 从A和B 我们知道直星位置不动 那如果其中一个人不动 另外一个继续动 那就会变成说直星会改变 假如说X1固定 人不动 但是X2不固定 不固定就是有变 那整个直星的位置就会变 但是我们在AB选项已经判断了 它其实是不动的 直星是不动 所以B选项是错的 所以这点的重点 这题的重点概念在于C选项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人向左动 那车子就会向右动 事实上是因为人和车子之间的摩擦力 所造成的 这个各位如果有滑板 自己试试看 你站在滑板上 你向右动的时候 滑板就会向左动